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谈天的人都可以去做 就像今天我在脸书上又说了一个 祝我生日快乐 7月份生日 就很多好友一直庆祝 那我月初也有 刚好都是有人来庆祝我生日快乐 那今天大概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主题 就是电脑Windows的更新 我现在直接开一下我的最新的网页给各位看一下 我真的吓一跳 我今天早上打开电脑的时候发现更新了 我用全幕给各位看 我先把这个视窗拉走 它直接更新到这个最新的 是否要将Microsoft的EDGE设为预设浏览器 它很厉害 跟着Windows一直更新 因为Clone是另外自己单独更新的 各位观众如果说你有Windows的人 你会发现昨天有更新 或者是说你有去操纵它的更新 Windows更新之后 它开机就直接带入你的 Microsoft的EDGE的一个浏览器 那这个浏览器的功能是什么 它可以去带入你所有的Google帐号 所有的资料 这边有未同步 这边都是我的书籤 比如像我刚刚看气象 我们这边点一下我们要看的气象 就跳来气象了 它的功能呢 等于是说它自己独立成一个它的驱动程 是它的一个网页 那变成说它有所有东西的话 我们现在按房子 我们就回到它的这个地方 在那边有问好 跟你问好跟你请安 那这边有非常多的功能 往下滚 它等于是说把一些新闻 写作夜趴桌 靈动静 11岁女暴毙 长思班 哎呦这不知道是哪一国 所以常跟玩家讲 如果看新闻看内容 看标题不一定准 那不怕人挤了 邮局明早9点开放电话 网路预约领券 所以这边的网页被改成说 这个方式的去 你可以去看一下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会一直把一些新闻捞出来 让你看 一直看不完 真的会让你看不完 你会发现说 天哪就是这么多的影像吗 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各位观众朋友 在Windows更新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要看好 你不要忽然说 点的时候发现说 天哪怎么会当了 或者是说你开这个齿轮 我们这边有个更新 点进去 这边就可以看到了 检查更新 你的Windows就可以去做更新了 那更新之后 它都会跳一些功能 你要不要设定 要不要选择 要不要去做它的一些最佳化 等等的 都可以去试试看 但是 切记你的东西 常跟各位玩家讲 切记你的东西 一定要存在 低潮 好 那个 UDA说 原来气象在原空分类 原来 气象在原空分类 好也不清楚你讲的意思 没关系 那我在这边跟各位玩家讲 就是说 很多东西啊 在使用上的时候 就是要去了解 它Windows更新 有时候是瞬息万变 有时候你没注意到 它就自动把你更新了 那你会发现说 天哪怎么忽然更新 怎么办 不用怕 你有Google的搜索趋势 好啦 不是Google的搜寻趋势 是Google 各位观众可以看一下 Google的网页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在这边打 电脑更新 就会跑很多 讯息了 如果玩家对于更新有问题 或出了问题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可以用DC 用LINE 去帮您做分享 做解说 因为很多人出的问题 就是 不知道怎么问 那我也常跟我的好友讲的 很多东西一定要用说的 为什么 因为 文字表达 不清楚 就像我现在看到你们一样 我说我的左边 你看到是哪一边 这是我的左手 这是我的右手 但是你在后面看到 我的右手是左手 我的左手是右手 我的 手 手背你看到 我的手心我看到 所以人家常讲 正面反面什么面 这种沟通的东西 就像常跟人家在暴露一样 诶我到了 诶你到哪里了 我到中正路了 中正路哪里 就中正路啊 那你会觉得 啊天哪 中正路哪里 就是在那个 全家隔壁 全家隔壁 因为全家的隔壁 有左边跟右边 对不对 那你说全家的对面 还是你站着看全家 还是站着面对全家 还是背对的全家 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常跟玩家讲 有些东西不知道 不了解 找到对的人去问 你不会气死 因为你找到错了 你会觉得说 天哪 沟通不良 对就这样 我跟你讲 诶我到了 到了哪里 我到那个 那个 你到的时候要告诉我 好好好 ok ok是到了吗 还是还没到 就很容易造成误会 所以我常在说 文字 还有说话 说话有阴阳顿挫 就像我在这边做直播一样 有些观众朋友觉得好听 就会想听 那有些不好听 他就不想听就跳台 就像我们常 一些直播主一样 他就说 不要听就不要听嘛 但是我是跟各位讲 生活期歌当成写日记 每日去分享一些 新的状况 新的内容 或我遇到的 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跟您做个分享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第一开始讲气象 气象的话 我又关心地震了 因为这几天 这几天 有有有有 又释放能量了 各位可以看到一集一集 我刚刚讲 7月9号12点有地震三集 再来12号有两次的地震 一集 一集根本没感觉 尤其他深度 深度128公里 还有个45.6公里 好 那再来我们就看一周预报 预报天气的话 各位观众 基本上网路找得到 电视如果有看 但是现在电视好多人没在看 因为有手机 真的有手机有网路 根本不需要看电视 因为电视是个固定的东西 它就是照节目表一直播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 它每天的节奏就是固定的 那有时候是要符合一些 年纪大的 或者是习惯看这一台的 或习惯几点看什么的 就跟以前八点档 玩家应该常听过很多八点档 对不对以前有八点档 七点新闻到现在 打开网路打开电视盒就有了 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看一下我们目前台北市 只有到礼拜六可能会变天 礼拜六想钓鱼说 礼拜六想钓鱼说 现在忽然有这个 有沒有 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希望是下午啦 因为早上天亮的时候 可以去海边钓鱼也蛮不错的 悠哉悠哉的 OK 那再来分享到我的高速公路1968 因为我昨天 前天直播忘了开麦克风 所以很多人听不到 那他可能 台词打字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 因为有些人的习惯 就是打打字说说话 各位观众可以看一下 全台湾的高速公路 我们一般都是看北幅 因为我们住北部 那北部你看到这边有红线路段 还有这个红线路段 同时回来平年这段都是红色的 但 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可以更新 这是八点四十九分的更新 你们要随时都会更新 你如果重新整理 他都会跳 那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每个要回来的人 就从头城回来平年 所以全塞 那 有些要回宜兰的 回头城的 这边也是黄色的 就塞 那这边有红色路段 有没有基隆 所以你在上面的话 有些人的角度看的不对 他就认为说 到底是哪边是北上 哪边是南下 一般 以这个平行来看的话 右边是回来 左边是下来 这是经验啦 其实你要问我说哪一边 其实也是要去学吧 那高速公路这边的话 一般是上面是往左边是南下 诶 左边是上 对不起 忽然 忽然脑空了 因为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讲 这个正常的话 我们是靠右都是北边 就是往南下 所以上面是往南下 各位观众可以看一下 又变化了 所以时间都会一直变 那 就是以这个方式 你可以看一下我塞车了 像当初我们去宜兰的时候 也是在小心说 有这个样的状况 避免塞车或出了问题 那就是先做好功课 避免说我们今天出去 塞在路上 这个就是高速公路1968 那你也可以看起司影像 比如说我现在点了之后 它会出现这个 我把它拉下来 等一下 它的四双是这样跳的 那我们看一下 北上25.27 它就会出现影像 那我们回列表 我应该是要看北上30.4 这个就是那个 大家看到就会觉得很熟悉 有跑过就知道了 它是说它是回高速公路上来的地方 平临偷城路段 等于说大家都在缓慢的前进 如果有开过这个路的应该知道 这一段 那再来我看一下雪碎门口 雪碎门口 各位观众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车框很多 车框很多 就是很多车子在这边 全部要塞进去隧道里面 那它好像是不能放大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玩家 可以用手机去试试看 或用电脑版的试试看 那比如在车上的观众朋友有听到的话 可以用手机去试试看 那这边有下载APP还有无障碍版 可以方便你寻找路线目前的问题 那关于今天的题目啊 电脑更新 电脑更新 就是我刚刚讲的热门搜索主题 基本上它这边有写两天 礼拜天跟礼拜六 那重点是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 今天安博盒子摘了 非法捷讯它赔千万元 因为 就跟电脑更新一样 那只要更新之后 有些东西抓不到用不到 你就会发现说 天哪怎么连不上这个系统了 连不上这个网页了 那安博盒子 其实最早以前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新闻 这边是新闻 那我们点它的图示 是看今天搜索的情况 这边要零零乱乱 前几天如果注意看好直播 有些都很平稳 那天我讲热透的 热透开始讲都很平稳 一瞬间高再来就低 所以当下很多人 无法使用 为什么 因为不能用的人 就会上网去爬文 就会查这些资讯 就会发现说 诶 喔 原来是这样子 发现这个什么问题 那安博盒子 这是两天前的新闻 那因为 它这个盒子 它是连接网路的东西 那新闻这边有报 苗屋新闻大概念给各位听一下 安博盒子摘了非法捷讯 它赔千万元 因为记者书已选台北报导 那网路发达许多民众家中 并未装设有线电视 全靠网路 所以很重要 就像现在的室内电话 也没有人要装了 因为有手机 手机走到哪用到哪 那全靠网路民间 方卖的电视盒 或手机APP 有没有手机APP 收看电视 那其中最红的一款 非安博盒子莫属 但你知道吗 里头的影片来源 大部分都不合法 那警方日前破获以 王姓男子为首的一个机房 将电视台的讯号非法截取后 上传给电视盒 手机APP等播放平台使用 那新北订阅审理后 法官认为 王楠 侵害著作 财产权之事实明确 除有期徒刑一年 所以跟各位观众朋友讲 一定要注意 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都会说 这个新闻取势于哪里 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 那他就会说 并赔商每一家招侵权的 像之前的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森林网 森林网他就是因为整个 盗用一些网络的 盗用一些资料 就被人家抄了 抄了之后 多少地方妈妈都看不到影片 因为全部被抄光了 那这边就会讲了 警方调查 因为他以前在第四台的 系统旗下工作 却把技术用在非法的地方 合力建平台 这边都有影片照片 一般他们都做照片 那 会跟主题一样的意思 就跟各位朋友讲 电脑的东西 因为 电脑的更新 哦 比如说你今天安装了一台电脑 你有沒有去注意看它 半年一年 风扇有没有脏掉 哦 顺便我抬一下电脑 像各位玩 各位玩家 如果最近有看电 新闻 新闻有一个那个电风扇 欸 电风扇 都是毛吗 看一下 今天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东森新闻 这是影片的 它也是一坨 它想说用了14年的电扇 我觉得这一句比较厉害的是 用了14年的电扇 它既然没有坏 所以 各位玩家就可以知道 以前14年的东西是多好啊 它既然把后盖打开 各位观众可以看一下 后盖打开它的 它的后面是一坨棉屑 棉屑 棉屑 就跟我们电脑一样 电脑其实有电风扇 显示卡有显示卡的风扇 电源工序有电源的风扇 那还有外加风扇 那记得 有灰尘就是要清洁 所以很多玩家说 欸为什么电脑玩一玩 更新之后变慢了 其实不是更新变慢 是因为过热 像我的电脑开24小时 开两三天了 我到现在都没关系 一直让它过热 但是你只要清洁的干净 风扇干净 不用怕有问题 那再来就是经验值 你如何去判断说 有些东西要清除 有些东西要删除 不会让电脑一直卡着很多资讯 那我一样回到Google去 Google的趋势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Google的一个清洁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右上角 我们的大头这边 先把视窗 欸不行我这样用 框框框住了 右上角三个点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设定 设定这边有一个 网站的一个 清洁 清除浏览资料 等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浏览记录 下载记录 cookie的其他资讯 或快取资讯 快取的图片跟档案 就已经316M 316M 以前来讲是很大 那现在 随便随便都6G、7G 6G的概念就是6000MB 所以你如果说要清除 就是清除它 避免说有时候 会卡到你的电脑 说奇怪 我网页怎么开始那么慢 我的东西更新那么慢 或者是有时候 你看一下你右下角 是否有安装其他 常驻程式在更新 不然每次开机都会说 奇怪怎么变那么慢 所以我常跟玩家讲 重新开机完 再重开机 更新完 重开机 会让电脑更顺 那 生活极客 今天谈电脑的Win10更新 就是要跟各位朋友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更新之后 很多东西跑出来 我刚也讲过了 它的 Win10的一个 网页也出现了 它会带入你的Google帐号 所有东西都带过去 那会不会 有到帐号侵权的问题 不知道 所以各位玩家一定要记得 帐号密码自己保存好 千万不要随便给别人 那今天生活极客 感谢各位 记得要订阅 点赞 点分享 那直播就到这边 跟各位说真晚安喔 掰掰